好,大家好,我是尤尚捷 大家好,我是邱婷軒 歡迎大家收聽我們的全新單元 寫一張明星片給我們 在這個單元裡面就是 歡迎大家透過IG私訊或是臉書私訊 或是寫E-mail給我們 然後講述你最難忘或是最特別 或是其實沒什麼特別也沒關係 的各種旅遊經驗 對,分享給我們 對,然後我們會在節目上大講特講 好,那我們就看下一張來信 下一個是來自另外一個Podcaster 叫做Bob 那Bob說啊 他說他們去了肯亞大草原 在草原上探險 應該就是類似Safari遊戀那種 沒錯,坐在一個Van上面 對,然後他說他有規定說 他是坐在一個MiniVan沒錯 然後規定說不要離開車子 太陽下山前啊,要回到營地 對,然後最後一天啊 他為了要找花豹啊 他們就找了到半晚 就是快要 快要掰了這樣 然後呢,這個時候司機就說啊 他發生時間也差不多啦 就是回去好了 不過呢,他們就是回去 要回去的時候發現 哇,整個車是卡在那個 就是一個乾枯的河床上這樣 乾枯的河床上 就是不小心卡進去 對,因為河床不是就是凹凸不平 他應該就是想要開過去啊 就會卡住了 然後他就在那邊一直 今天退一退十幾分鐘 然後幹,失敗 出不去一下 然後司機就說 好,好,大家全部下車 下車,減輕重量 然後又繼續搞十分鐘 然後全家一直推一直推啊 好辛苦喔 推出那個軟不垃圾的那個 這是不是要退費 我不知道耶 這個應該要跟他收錢喔 我幫你推 推個半死這樣 今天應該算免錢這樣 然後他那時候一邊推就想說 幹,如果現在花爆出來的話 我們全部都GG這樣 好可怕喔 你就一邊推 然後旁邊隨時可能會有什麼獅子花爆 可是他剛好沒碰到這樣 然後他推完之後就脫困嘛 繼續坐車這樣 然後結果,因為他是不是卡在河床上嘛 那河床他還是要回到平地嘛 他就有點上坡了 又卡住這樣 又卡住了 然後他們又要行不下車自己爬上去這樣 然後可是因為他那時候已經心累了這樣 反正已經在外面 車外面那麼久了 他已經不在乎了這樣 沒那麼緊張 大家都順利上去之後 把車子開 開不到兩分鐘後發現有一隻花爆 終於看到了 然後花爆在吃那個一個羚羊的屍體這樣 好可怕喔 然後導遊就說 欸我這個你看你看 都是因為車子卡住才看到了這樣 如果車子沒卡住就看不到了 好像也是有道理 然後大家就有點傻眼 那如果他就是卡住的時候 他突然出現 那我們就去看到 就是花爆在吃人 這也是蠻特別的 平常應該看不到 你說花爆吃人 心災樂禍欸 因為其實花爆他會來吃人 他只會吃一個嘛 他不可能吃全部人嘛 就是 所以就看要推誰出去 推派一個代表 我想到以前看那個Discovery 還是動物星球 然後他就是好像是一群獵狗吧 在追一群好像是瞪鈴 今天很會跳的那種羊 然後大家就狂衝狂衝 然後獵狗就狂追 然後連追十幾公里這樣 超遠 然後後來那個 好像不是瞪鈴 好像是牛鱗 然後牛鱗就累了這樣 越跑越慢 然後狗就衝狂抓這樣 就抓其中一隻這樣 這時候啊 那個被抓了就掛了嘛 然後其他牛鱗就停下來 越安全了 真的假的 然後其他牛鱗就在那邊看戲 然後繼續吃草這樣 天啊 真的是這樣草 然後吃幾隻狗 就圍死掉那隻狂吃這樣 蛤好適著生存喔 對 所以他們應該也是這樣啊 就是看到有人被吃了 欸沒事 繼續推車 我不知道 花爆的胃口應該 比較大一點是嗎 對對對 欸我想到一個 就是 其實我還蠻多推車的經驗 在旅程的時候 你的話我不太意外 之前呢 我在節目上有分享過 在那個日本開車 卡到雪堆裡的那個事情 那很荒謬 那個就是大家現在狂推 這樣子人家就推出來 那個有空再跟大家講細節 欸其實我現在可以講細節 那個真的很好笑 我看 那個就是說我們去 我們一群朋友去日本玩 然後我們就買了很多伴手禮嘛這樣 然後我們租一台非常非常小的車 因為想省錢 就租那個最便宜的 然後出發前啊 那時候是大概跨年前後 然後我們在市區租的時候 市區是沒下雪的 然後那個問的人說 欸你們有沒有租雪鏈啊 然後我們看一下外面的人說 不用啦 這什麼雪鏈根本沒雪 省錢省錢 然後一出市區啊 爆雪 大到爆這樣 然後我們開那個就是 開車的朋友就是 我幹 他沒有在雪地開過車 然後根據他說法 就一直飄移這樣 然後我是完全不敢在那邊開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勇氣 在雪地開車 然後也沒雪鏈這樣 然後就沒亂開 反正錯誤示範啊 大家一定要 就是要雪鏈 或是至少要有一些配備就對了 對 然後後來就完全沒有 就開了八天這樣 路上也沒有辦法找到就是 買雪鏈的地方嗎 我覺得可能可以 但是我們覺得 後來他也習慣了 他說他反正就是滑一下嘛 對不對 因為八天很長的一段時間 他說就滑一下滑一下也是還好 他還撐得住這樣 就是手比較用力 就是斬真的 然後後來我就到最後 到回市區的時候 就買了很多伴手禮什麼的 然後就堆在車上 那那個車真的很小喔 所以我們是五個人做那個 就是那台小小客車嘛 對 然後就是我們後座的三個人 是要前後座的這樣 就有人要稍微前面一點 有人要後面一點 然後就很擠 那你想像一下就是 又有行李又有伴手禮 然後就擠 所以我們腿上是放滿包包的 就什麼背包啊 什麼伴手禮啊 塑膠袋什麼放滿滿這樣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一直開那台車這樣 那時候就有個下坡路這樣 那下坡路就開 然後我們在後座這樣 然後這個時候就因為下坡嘛 所以那個就是伴手禮的袋子 就是漸漸的往前滑這樣子 像那個滾雪球一樣 一直往前滑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被覺得怎樣 然後就發現那個 就是我們車就越來越偏 偏離那個主幹道這樣 然後我就看了那個 我們還以為那個駕駛 就是我們那個朋友 開車的朋友睡著你知道嗎 我說欸欸你在幹嘛 然後他醒著很清醒 然後他也不解釋 然後他就開出那個車道 旁邊有個雪堆 砰撞在雪堆 然後整個車卡爆這樣 就卡死 傻眼 然後我就說欸幹嘛 他就說幹 就因為我們那個 爛手禮不是一直往前滑嗎 對 全部都滑到他腳下 他油門跟煞車全部踩不到這樣 好可怕喔 然後他那個時候下坡就很快嘛對不對 所以他踩不到煞車 他是來不及 因為他可以下去撈那東西嘛 可是來不及這樣 他覺得他一定會直接衝撞到前面 與其撞前面的車不如自撞雪堆這樣 也是很聰明的 我覺得他反應很快 真的 他砰就直接卡爆這樣 就卡在雪堆裡 然後完全出不來 就什麼爐都出不來 我覺得好可怕喔 然後後來旁邊有一些人家 他們有一些 殘血車 然後我們就跑去問說欸可不可以幫我們殘血 你們真的是很麻煩別人欸 沒有然後他直接拒絕 蛤真的喔 然後不想幫你 認真這太狠了吧 懶得鳥你這樣 對啊 他就懶得鳥我們 然後他就旁邊有一些鏟子 我說那不然借我們鏟子 自己挖可不可以 他說好啊 那你就拿去挖 然後我就拿去狂挖 至少半小時 因為通常就是把車輪前後的雪挖掉 然後車輪可以轉起來之後 就可以漸漸脫困 對啊 哇賽 總之我們家在雪堆搞很久了 這很特別的經驗 真的蠻好笑的 其實還有一個欸 我覺得蠻好笑的 可是就是那時候我們在 到底被卡幾次 那個卡超大 哈哈 因為我們在那個 那時候我們在 川障公路 就是在障區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 在青年旅社碰到一些朋友 然後就有一些人就揪一團 就去開車 去高山上面開 去找景點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大概三千多 海拔三四千多 欸四千多 蠻高的 就蠻高的 因為你知道越高的時候 車越開不動 因為他可能染了 就是燃燒不完全還是什麼 我聽別人講的啦 然後加上他那個地方就是 那個路真的是有夠爛 這很 那個路真的是 反正我們那時候還有朋友 頭受傷 是因為 坐在車裡面 然後他路太爛了 就彈起來撞到車底 哈哈哈哈 真的是這樣 那個車也很爛 哈哈哈哈 不過重點是這個 就是他 後來我們開一個地方 他就 上坡卡住這樣 哈哈 然後就是卡爆這樣 然後我們坐 我們一次坐四個人 開車的人就說 好好好大家下車 然後大家下車之後還是開不上去 然後他就說 好那大家推車這樣 呵呵 那時候海拔四千多 是很容易高山症發作 對 可是那時候我們都一直沒有發作這樣 像我自己是沒有什麼高山症這樣 可是高山症會發作 很多時候就是說 你突然用力 或是突然很high 或是突然跳一跳去 然後一大吼大叫 就可能會突然缺氧 就發作這樣 然後那時候 我一直沒發作嘛 然後下車就推車 幹 推不到十秒 發作 有點恐怖耶 就是發作的時候 高山症發作 但是你的視線會變得超窄 就旁邊都是黑的這樣 然後你會 頭一目眩 然後頭很痛 然後耳鳴這樣 太突然了 就是你可能 覺得自己會死 這種感覺 然後因為你就 就是你要推車實力太猛這樣 然後就發作 然後我就坐在旁邊休息 大家可能覺得我是廢物 就是推不到十秒鐘 然後就要我要休息 然後我就說 我有點不太行 就是那個發作這樣 然後大家就動了動了這樣 對 可是應該蠻能理解的 然後後來推好車之後 我就好 大家是不是以為我要偷來 不知道 可是真的 那個發作的當下很恐怖喔 對啊 可是那個發作前後 才大概三分鐘 就呼呼正常 可是有些人是發作很久 那就很恐怖 對啊 因為基本上發作 你就像馬上被送下山 你還在旁邊 沒有啦 有時候有些人是還好 就像我那個就還好 但有些人就會很嚴重 就停不下來這樣 可是高患症最恐怖的就是說 你不是說你體力很好就不會發作 你也不是說你年輕力壯就不會發作 其實 完全沒關係這樣 嗯 我有聽說就是如果你比較常運動 你就是需要的那個氧氣量比較大 那你就更容易發生 對 就有這種說法就是說 年輕人或是 愛運動的人 對 平常習慣於就是吸很多氧 對 游泳做太多 對 然後就突然沒氧 快掛了這樣 嗯 這有這個說法 不知道怎麼真實 對對對 總之就是各種推車的經驗 哈哈哈哈 對 跟大家分享 有夠特別的 這個比較特別 卡血堆我覺得大家很多都有人碰過 沒有吧 你們是自己撞血堆 好啦自撞比較少這樣 可是卡住應該很多 喔對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就去念下一個囉 下一個是 寫E-mail過來的Sandra 哇 E-mail 好 Sandra是說呢 她說 她總共去過尼泊爾八次 然後每次都很難忘這樣 反正有一次她去的時候 她那時候好像在英國工作嘛 嗯 然後她就準備要飛去尼泊爾 去玩吧 還是怎麼樣 到機場排隊要check-in的時候啊 那個check-in 因為大家知道 有些機場check-in是用機器嘛 對不對 然後機器就突然故障了 這樣 那我不知道 然後她到底是全部機器的故障 還是那個系統故障 有可能是系統吧 對 然後呢 她就在那邊苦等半個多小時才能報到這樣 然後都已經快來不及 應該沒有人工報到的方式吧 我不知道欸 對啊應該有北岸 可能她就沒有 然後結果她就 而且她剛好也是 算是很晚去吧 然後她就報到成功 她就全速衝到登機門 然後那時候已經快沒 就快飛機快要飛走 地形就很不爽 她就說欸你怎麼那麼慢啊 全機都在等你啊 她就說欸你去問 包到櫃檯啊 剛才問我幹嘛 很兇很兇 她就很沒送這樣子 不過幸好啊就是 上去之後啊 就變成商務艙這樣 喔喔喔 直接升登 我不知道算是要彌補她呢 還是因為她太慢了 所以就只好坐商務艙還是怎樣 就不太 不管怎樣都 都賺到了 對對對 欸不過你說她賺到 可能你說得太早 啊真的嗎 又發生了什麼事 她到了現場之後 就是她抵達之後啊 到家的滿都 然後發現因為她不是衝最後 上飛機嗎 對 因為她的行李 拖運行李沒有上 哈哈哈哈 越來不及 然後所以呢 他們就跟她說 你的行李沒有上這班 沒有上飛機 所以呢 你要 你就明天再來機場拿 這樣 然後她就很傻眼 因為她有行程啊 幹 所以呢她就 只好寫授權書啊 然後請當地朋友幫她帶領 嗯 幸好她有當地朋友 沒錯 對 所以她後來又回去理這樣 回程的時候 她又發生衰事這樣 都是在飛機上 對對對 不知道什麼 她提前一個半小時到喔 然後已經關櫃了 為什麼啊 我就不知道她那個 她那個現場的那個邏輯 到底是什麼 她就說啊就關了啊 就沒辦法再開了這樣 然後她就很傻眼啊 那我要怎麼回去吧 就很奇怪啊 你那麼早關 然後我有機票欸 反正地勤就幫她弄 弄弄弄弄弄半小時 就終於可以幫他們報到這樣 然後 我有點不懂 對就很奇怪啊 那你不是早點讓我報到就好 對啊 在那邊拱半天 很奇怪 然後呢 十分鐘內 快速衝過那個安檢 然後登機這樣 那結果 就是她可能就是 因為 用特殊方法的那種報到 然後文件好像有點問題 結果她在機上 又等了一個多小時 飛機散的飛這樣 反正就很傻眼 她就是 最搭碎神 你知道嗎 就是她假如一搭飛機 就會發現怪事 好問號喔 所以呢她就最後 因為你看 這邊搭的就會慢了嘛 對不對 那結果她到了那個轉機的時候 結果轉機的飛機就飛走了這樣 然後 她就跑去改航班 反正就搞了超久 等了七個多小時 然後她就崩潰 然後最後才 最後才成功回到英國這樣 滿傻眼的 這旅途也太辛苦了吧 對啊 我發現這種 飛機上遇到 或是這種機場遇到的事情 最急吧 而且會搞壞你的心情 對 而且很麻煩 而且你會一直很緊張 對啊 沒錯 但如果你有錢就不會緊張啦 不是啊 那你錢要好幾十億 但沒差 可是你 你機票動不動 這幾萬塊 你再怎麼有錢 你也不太可能說 隨便你這樣子 對啊 那你搭飛機有碰過什麼怪事 我自己喔 怪事是還好 但我覺得就是我們自己雷啦 就有一次我記得 好像從巴黎吧 帶高了要 我忘記要飛去哪裡了 對啊 然後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不知道 好像也是因為天氣不好 然後又剛好遇到他們的地鐵出狀況 嗯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們就 因為我們那時候時間是壓得很準 就是可能 就是到機場的前半個小時吧 然後才能玩 就是才能 就是進行那些登機手續 還是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們壓得很趕 因為我們玩太久了 嗯 對 然後後來反正 就遇上那個 那什麼 就是地鐵的一些故障 然後後來就轉大公車什麼 然後可是也是因為路上都塞爆了 就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所以整個 就是你只要當一件事情不順利 你後面什麼事情好像都 什麼事情都會衰起來 開始跟著衰 對 然後所以你就 反正之後我們到了機場的時候 是剛好壓那個飛機的時間點 就是起飛的時間點 所以它其實基本上 不讓我們登機了 你說你到的時候 飛機已經是起飛時間了 就是剛好那個時間點 那你沒救啊 對啊 那真的是沒救 我那時候還本來希望說 因為天氣不好 說明天它會delay還是什麼的 結果沒有 造飛 它造飛 然後所以我們當場就是任賠 再刷了一張機票 哈哈哈哈 幹真的假的 現場直接再刷一張 不然沒辦法回不去啊 可是我不知道知道去哪裡 我有點忘記了 對啊 那重點是 我們買了那張機票之後 反正我們大家心裡都很差 因為就多 就是又再多花了一筆錢 然後可是 就是 又有點幸運的是 因為那一班飛機 我們新買的那一班飛機 它在delay 好像delay了兩三個小時還是什麼 反正delay的時間有一點點久 結果後來 我們就想說 delay這麼久 應該要有一些賠償吧 還是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們就真的是 我們朋友喔 就上網去看那些賠償的一些規則 什麼之類的 發現真的可以賠償 所以我們就寫信去跟他們要賠償 然後最後就是全數推款 欸那不錯耶 就是得到一張免費機票的概念 欸不錯耶 那你也知道要去寫信去跟他 complain 就我覺得我朋友蠻厲害的 就他有發現 他有覺得這個時間太久了 就是應該可以要到一些什麼 就不無少不 你要這麼聰明 對啊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人就可能 啊算了算了算了 隨小了 可是我們那個賠償時間真的等蠻久的 沒關係啊 反正有拿回來就好了 對啊 就覺得 就也是很特別的經歷 對對對 欸我自己的話 其實我自己本身其實碰蠻少的 那個 可是我一個朋友真的蠻好笑的 他以前就是在 反正他可能 他有一陣子在西班牙 然後他要回台灣就要買機票 然後他就是在阿姆斯特丹轉機 就很常見嘛對不對 從馬德里到阿姆斯特丹 轉機在台北 然後他就買這個機票 然後後來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同學還是學長 就在阿姆斯特丹念書 然後他就覺得說 欸那我轉機去阿姆斯特丹 嗯 他說我可以提前去阿姆斯特丹啊 然後我就搭後半程就好啦 就我本來已經買了那個機票 喔對 沒有這種搭法 真的 沒有這種搭法 就是你轉機的機票是 如果你是配好的話 嗯 你前一段沒有搭 你就沒了 喔 你不能說什麼 欸我後半程啊 我本來就在阿姆斯特丹轉機啊 那我在那個時候再去報到就好啦 喔是喔 欸不行 你一開始沒報到就GG了 那個機票就掰了 我以為他是 他不是分段買就可以這樣子嗎 如果你是真的分兩張買就可以 喔OKOKOK 對然後結果他就 他就到現場 然後那跪起來就說 欸這三小 就沒有這種方法這樣 然後他就 看怎麼辦 一樣 現場刷一張 直接刷一張 直飛回台灣 哇賽 對啊 就不能這樣搭 跟大家講一下 記得要分兩段買啦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差欸 可是照理講應該是一樣啦 就是 就不能這樣做就對了 對 欸可是我想到這個就是 那時候 也是要飛奧地利的時候 然後我就是買到杜拜專機 可是那時候杜拜他就是有那個行程說 可以讓你直接在那邊待兩三天 喔對啊對啊杜拜好像很愛推這個對不對 對啊 就是轉機旅行這樣 不然很少人會特地飛杜拜吧 會嗎 也有啦 嗯 有錢人 我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好啊 因為杜拜 如果你要快速看一下 體驗一下 兩三天也不錯啊 對啊的確是 大概感受一下 沒錯 這招真的蠻強的 對 那還有一個啊 就是 那時候我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 我去西班牙玩 然後那時候真的跟我媽還有我哥 然後去玩的時候 我們就是搭 就是在西班牙國內去搭聯航 從那個馬德里飛巴塞隆拿 嗯 在機場等的時候 他就說 他就可能就是一個 其實我們就check-in完 然後他就有一個登機時間嘛 然後就還很久 然後我們就躺 就是躺在旁邊等這樣 因為你有事沒事等一等 就想去看一下那個板子有沒有更新什麼 然後跑去看一下啊幹 delay什麼40分鐘之類的 然後我就跑過去說 欸那delay40分鐘欸 大家說啊幹 然後 好那算了 就繼續等 啊等一等 然後我想說啊應該差不多了 然後就跑去看 啊delay一小時 就變超久這樣 嗯 然後我就覺得傻眼 永遠追不上這個時間 然後我說好啊 就剛剛等了 好像等於沒等這樣 就跑去說 欸delay一小時 好算算算 然後再等 等一等之後 然後我說好再去看一下 欸delay不見了 準時 嗯 然後那時候已經快來不及 就突然變準時喔 然後那時候已經 那個登機快結束 然後就超奇怪啊 這哪有這種道理啊 嗯 然後好歹也廣播一下 對啊 或是他廣播又聽不懂 然後就 然後跑回去 欸快走啊快點走啊 叫大家趕快走 狂衝 跑到登機門 就差不多最後就是我們這樣 然後 好驚險喔 就很奇怪啊 怎麼會有這種登機法啊 到底是什麼道理啊 差太多了吧 對啊超差小的 好險啊 好險有感到 完全就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呵呵呵 我不懂欸 對對對 真的很奇怪 所以搭飛機真的是很多怪事 沒錯 而且都沒有辦法預測 對啊